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斯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简单的分组查询 通过groupby来实现 但是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说过通过groupby分组之后呢 只会将值相同的 放到一个组里 那现在当我想得到分组详情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节课要学的内容 来帮实现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通过groupby 配合上我们的group 来得到某个字段的一个分组详情 那这个函数呢 也比较好用 这其实是我们MySQL中的系统函数 那接着我们来应用一下 好 现在我要查询什么呢 查询所有字段 查询 假如说我要查询编号用户名 编号 性别 接着还要得到一下我们的用户名详情 按照谁来分组呢 按照性别分组 那这个group concat呢 它就可以得到组中某个字段的一个详情 怎么来用呢 你可以这样来写 select id sex group concat 连接 连接一下什么呢 user name 得到一下我们分组中 这个组中都有哪些人 得到他的详情 from我们的表明 cms的user 接着groupby 根据谁来分组 根据我们的性别来分 好 这时候你再看 现在得到了 得到了我们这个男的一组 女的一组 保密一组 接着得到了我们这个组中的一个详情 都有哪些人 什么张三 rose 在我们的男的这组里 那接着 龙 queen 在女的这组里 join test1 在保密这个组里 这个函数就比较好用 得到一下他的分组详情 同样的 我想得到一下这个注册时间 包括分组详情 以及性别 这时候呢 我们按照proid来分 你会看到 查询 proid 性别 详情 或者得到 查询性别 包括 性别详情 注册时间详情 以及我们的用户名详情 按照proid来分 这时候你可以这么来写 proid group contact 性别详情 或者先来用户名 user name 接着 group contact 写成一个 sex 还有是注册时间 IEG time from 表明 CMS的user group by 根据 省份 来 分组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 好 你看到了 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你可以把它立起来显示 加一个反斜杠 大G 这时候 首先 用户名详情已经得到了 接着性别 男 女 保密 得到的注册时间 依然是这三个 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说你可以配合上 group concact 来得到某个次段的详情 就拿我们用户表为例 经常你就会得到 用户名的一个详情 看一下这个组中 都有哪些人 或者说看一下这类商品中 都有哪些 这一个 类别下 都有哪些商品 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个函数 一定要会使用 这是配合上 group concact 一般我们的分组查询 也会配合上 我们的聚合函数来使用 那首先看一下 一共有哪些聚合函数 五个 第一个 quant 统计记录的总数 第二个 max 统计某个字段的最大值 min 最小值 avg 平均值 sum 是求和 那接着我们简单的 来看一下这些聚合函数 我们怎么来用 好 那现在看一下我们的记录 select 信号 from cms 的 user 那现在年龄这一块呢 都是18 我稍微的变一下 更新一下我们的年龄字段 update 表明 cms user set age 等于 11 条件是 where id 等于一个 1 稍微改一下 一个 两个 好 把它变成21 33 44 25 77 56 88 12 32 65 234 5 6 7 8 9 10 7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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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2 12 11 12 12 12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字段是后来添加进去的 好查询一下select信号fromCMS的user 你看到年龄字段的值也不一样了 那现在我想统计下什么呢 来看应用一下这些聚合函数 首先看第一个quant统计记录总数 一般我们的分组查询会配合上我们的聚合函数来使用 查询编号性别用户名详情 以及组中人数 总人数 那现在按照谁呢 按照性别分组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select 把你要查询的内容放到这 id sex group contact 写上一个user name 我可以给它起一个别名 as users 接着from CMS的user group by sex 但是我们还少查了一个得到组中的总人数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聚合函数 cont 第一种形式呢 你可以写星 给它一起一个别名 在这 as一个total users 这时候你来看 组中一共有几个人呢 首先来看第一个男的一组 里边有五个人 那total users得到的值就是五 统计组中的总记录数 接着是女 也是五个 保密 两个 这样的一个形式 cont新可以得到总记录数 如果你说部分组的话 直接来写 它就可以统计表中的所有记录 统计 表中所有记录 可以这么来 select cont新 可以起个别名 as totals total users from cms的user 当你写星号的时候呢 会统计表中的所有记录 一共12条 那你可以使用星号 也可以使用指定的字段 因为有一个 你统计id 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呢 稍微也会有一点区别 你写上一个id 统计id这个字段 有多少个值 那id字段有多少个值 其实表中是不是就有多少条记录啊 对 但是呢 有一种特殊情况 它不统计non值 如果你的字段值中有non的话 它不当做一条记录 你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的年龄这一块 是不是最后第12条记录 有一个non呀 对吧 当你使用cont来加字段的时候 如果这条字段的值为non 它不把它统计进去 我们来试验一下 cont加字段 不统计non值 selectcont写成一个id from as一个totalusers from cms的user 刚才你看到的还是12 这时候只会看到11条记录 值为11 所以说这一点区分开 那其他的星号和字段 就是一样的了 那如果你要分组的话 它会统计组中的总人数 刚才也带着大家来测试了 那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使用什么呢 像maxmin 包括avg平均值 以及总和 那现在我们再来查询 查询 编号 性别 用户名详情 我还想统计一下 组中的最大年龄 组中总人数 组中最大年龄 最小年龄 平均年龄 以及年龄总和 这时候你就会用到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聚合函数 select把你要查的内容放到这儿 编号 按照性别来分组 先把你要查的内容放到这儿 你在写这些色口语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先把你要查的内容列出来 接着再来写你的色口语句 cont 新 as一个totalusers 接着再来最大年龄 maxage字段 把你要统计的字段放到我们的聚合函数中 我们可以给它起一个编名 as一个maxage 最小年龄用min 当然你可以写年龄 你也可以统计它的工资啊 等等 接着平均值 avg age as一个avg的age 还有一个年龄的总和 age as一个sum的age from表明cms的user groupify根据sex来分组 这时候你会看 首先分成三组 组中你想要的结果也都有 接着你看到男女保密 第一组中有五个人 最大年龄56 最小年龄11 平均年龄27.400 年龄总和137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是我们这些聚合函数 你怎么来用 当然你说我单独的统计 好稍等 打开我们的命令 这个卡死了啊 重新登录一下 use一下cms show tables 接着我们先开启一下我们的日志 反斜杰杠大T mysircle9.txt 再把刚才的我们来查询一下 看到这是我们的结果 没问题 记录一样的 这是这些聚合函数的作用 那现在你能统计age 其他的是一样的 一般呢 我们的分组查询 也会配合上这些聚合函数来使用 那接着再往下 再来看 还可以配合什么呢 还可以配合上我们的位置rollup 那在我们的查询语句之后呢 你再加上一个位置rollup 它会在 它会统计 所有记录上面的一个总和 它会在查询结尾 添加一条记录 来统计 你上面的一些总和 上面这些记录 值的一个总和 那接着我们可以试验一下 这个位置rollup 你看一下效果就明白了 还是拿它为例 只用载载的后 这个语句的末尾 加上一个位置rollup 在这 你看一下结果 会在你的语句末尾 来添加一条记录 把它立起来显示 会在语句的末尾 添加一条记录 这个形式看得不太清楚 我们少查几个字段 好 我们少查一 查两个就可以 效果是一样的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啊 这个也长 我们不查这个用户名详情 好 你看到 分成三组没问题 男 女 保密 接着你看到 在这个末尾 会多一条记录 它会统计 统计以上的这些 分组中的 你要查询某些的 字段的一个总和 看到在这儿 五五二 接着得到的值是 十二 总人数 记录的总数 那接着看这儿 max h 包括min h这一块 它现在没有得到我们的什么呀 它会得到我们这个统计 人数的一个总和 在这儿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 with row up 好 来看到 这个没有问题 当我们使用 with row up之后呢 你看到 total users 这一块 是不是统计 总人数啊 统计每个组中的总人数 接着呢 你看到最后一行 这一块 它会对我们的什么呀 以上的 分组之后 统计的人数的结果 进行一个 汇总 同样也是十二 而在这儿呢 max h 你是要统计 组中的 最大年龄 接着得到之后呢 它也会对 统计之后的 每个组中的 最大年龄之后 取出最大值 那接着 min h 也是这样的效果 求最小年龄 这是每个组中的 最小年龄 接着它会对 分组之后的结果 再进行 取最小年龄 这样一个操作 这就是我们的 vids roll up 的一个作用 而我们的单独的 golup by呢 是实现不了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 你配合上 vids roll up 对于分组之后 再进行一个 统计 聚合的一个统计 这个很好用 而且呢 你看到很智能 这是统计 总人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包括你想求 总和 也可以 我们再来一个 再加上一个 年龄总和 sum 那这时候呢 最后一行 统计的结果 就会多一个 年龄的总和 你看到 是以上 每个组中 年龄总和的 一个汇总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是vids roll up 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的 分组查询呢 经常也配合上 这些聚合函数 包括我们的 分组详情 以及我们的 vids roll up 来一起来使用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 好好地看一下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